好 那么建设小组呢同时也会看重庆路的排水问题 以及东大门共荣公园 那么杨华美议员则是提出共荣公园在设计规划 以及材质的选择上 必须要多了解生残孩子在使用上的便利性 而且在相关设施的规划是否符合生残孩子的需求 好 你是重庆路在110年原规台风时造成了道路淹水情况 为了解决淹水情况是设置了南冰抽水栽的扩建 以及重庆路上设置集水井串街排水相寒 未来将进行分区独立排水降低自由街排水系统的负荷 召开专案会议我们当时就有几个结论 那请建设处这边还有相关单位都能够来协助 就是针对这个高会是低洼地区淹水的问题 希望能够这个梳理出各个应该要处理的这个解决的方案 那多管旗下一起来进行 那今天的小组考察我们也来请县补这边 就是我们在当时的结论的一些建议 那一些进度目前的一个执行状况 那也让乡亲能够清楚的知道 所以请这边的一个说明 建设处这边大概是不是也能够来讲一下 但是对于长期的改善政策 希望能够克服193县地下管线的障碍 完成和平路排水湘含穿越扩建工程 而对于东大门共农公园杨华梅议员指出 在设计规划以及材质的选用 应该多了解生障孩子在使用上 是否真能够达到五障碍 我在质询的时候有讲到 那县府也很积极的回应 所以当时有4000多万要建设 花莲市跟玉里各一个共农公园 那这是属于建设处的 那农业处那边会有在芝卡宣 也会有共农公园 那今天建设小组考察 我们就来看花莲市这一个 已经落成的共农公园 所以今天就选择了东大门这里来看 但是来看了之后 其实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它的邮据 其实都不是身心障碍小的小朋友 可以来玩的邮据 那所以这个邮据其实不共融 那还有就是它的进出的这个 这个步道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包含这个阶梯 然后包含它的这个 虽然我们看起来很像是 无障碍的人行道 但它其实用选的材料上来讲 都不平整 那其实对推娃娃车推轮椅来讲 它其实连这个周边的设施都不太共融的 那更不用讲邮据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邮据都是攀爬的 那我们身心障碍的孩子 哪一个邮据是可以玩的 其实是没有的 那我在讲那么多年 三年多来 在讲共融的概念就是 我们要我们很多公园都必须要让各种年龄层 各种身心障碍的孩子能够一起来游玩的游举 在会刊的过程当中 建设小组也对于共融公园在定义上 是否能符合照顾生障孩子 而且在使用上 他们的需求 这些都是建设处 在未来规划共融公园时 必须深入了解思考的一大课题 记者林杰 花令室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